大家好我是馬克貝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試PC的單人 呃...不是複製車 是把個人載具卡到特殊載具倉庫 那打個人載具卡到特殊載具倉庫有什麼用呢? 那用處就是我們可以 用互動選單的特殊載具的選單 把我們的個人載具叫出來 那這個叫法就不會有CD時間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個人載具 就是沒有CD的來叫 那你可以打你的複製車的中置車 打...放進去 這樣子你複製的時候就不用等機攻的CD時間 對...好那我們... 要先搶...搶一台路人的車 那我建議是一台比較大台有力一點的車 那因為我們真的要來推車 所以...對...之後就會知道了 那我們設施要放滿車子 然後裡面要有一台是你想要被換進設施的車 那...那台車子就會被換到...放到那個特殊載具倉庫裡面去 那...我們...會有一台特殊載具會被交換進設施 所以...對... 那沒關係我們就...先打搶來台車 拿去碰遺漫的設施 那就有設施遺漫的畫面 那我們就按一下控鍵 然後呢...我們...先離開一點 那這邊跟複製車有點像 我們一樣是...等黃泉出來 然後開互動選單 然後在... 你車子離開... 設施的... 後輪離開設施的瞬間 打互動選單關掉 那我們就有設施遺漫的畫面 那我們就按...確定 那...就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把我們的... 特殊載具叫出來 那...我是用... 我是只有開放者啦 那...如果...你可以用... 水路電液 水路電液應該比較好推 那我們等一下要來推車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建議要有利一點的車 對 好...我們... 如果你有朋友的話 你可以請朋友把車子開到黃泉旁邊 那如果你沒有朋友的話 像我...這個...邊緣人 好... 其實以前在旁邊停 所以以前在玩戰車世界不來幫我 所以我只好自己推 就打... 載具推到... 黃泉旁邊 以前怎麼不講話啊 好... 以前... 他講話了 他已經證明了我... 我... 我有多邊緣 好... 就打... 載具推到黃泉旁邊 死路電液應該會比較好推啦 但是我就只有開放者 那推到黃泉旁邊的目的呢 是要在... 呃... 跟佈置車一樣 我們需要在出設置的時候 能夠按上車鍵 然後能夠上車 所以... 不能離太遠 否則你的人物就不會上車 噢... 剛推好遠啊 等一下 好... 接下來從側邊推一點 好... 那這邊... 你可以先... 先叫出來 試推一次 確認你推到哪個地方 你角色可以自己上車 然後... 推到這位置其實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後... 再稍微推個幾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車... 在已經卡過的車子 開進設施 那如果你前面有卡成功的話 你其實... 你只要一到車子附近 就會被自己吸進去了 像我剛才那樣 那接下來應該會有替換畫面 好... 聽完畫面我們就取消替換 然後我們出設施 出設施的時候 在動畫的時候一直按F一直按F 一直按上車鍵 一直按上車鍵 一直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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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按一直按 一直按一直按 看到我們... 走到... 走到我們的... 的特殊載據 我們就可以不用再按了 好... 那我們聽到我們上車 然後引擎發動的聲音 我們就可以按確定 然後... 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不過沒關係 我們把... 這台特殊載據... 停到... 停到設施的區域裡 然後... 喔... 下車就直接消失 然後我們就直接走進... 黃泉 好... 他就會出現... 替換的... 的畫面 然後我們就打... 我們要換到... 放到特殊載據倉庫的車 就把它替換掉 這樣子我們的... 特殊載據就會... 卡進設施 然後... 我們的中置車 或者是任何你想要放進去的個人載據 就會... 就會放到特殊載據倉庫裡去了 那我們可以出去示範... 示範叫車一次 那你只要用... 載據... 的特殊載據 然後叫你... 他雖然說顯示是開放者 但其實... 裡面停著的是... 目前是晚克... 克制... 欸...晚克防骨 所以你叫出來... 當然... 就是晚克防骨了 然後... 你也可以... 用這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 直接送回去 然後一直... 你可以一直叫一直叫 不用cd時間 好啦... 那我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可以按下... 喜歡或訂閱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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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我被吊打啊